那副都心比較有別於其他商業充滑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這邊有80%是屬於商業用地 然後20%的話是存住宅用地 所以我們這邊不只會有商業行為也會有住宅行為 所以在整個經營性串連起來的話 它不會很單純的就是只有存住 只有住宅區但還沒有商業 那我們這邊有商業也有公園也有交通的狀況下 其實讓很多外來客會覺得來到新莊之後 他覺得新莊真的不一樣 最主要我們這邊區域特色它就是結合 第一就是修選娛樂 因為我們這邊有那個全新北市最大的GoGo商場 宏繪廣場 再來我們有中央和蘇辦公大樓 這是中央和蘇辦公大樓 就是各種行政都在裡面 包含是戶政、地政 然後還有國家電影文化中心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境內的話也有主題公園 現在最著名的話就是那個中華路上面的清水公園 那上面偶爾會辦一些活動 那大概會在上面跑步啦行走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不管是住的 還是說休閒、娛樂、甚至是交通 我們後面的新五路就是直接接國道 那旁邊有的話 四元路那邊接過去可以接六四 那我們中環路可以接六五快速道路 所以在交通便利上也非常非常方便 在A3捷運站到A4捷運站的話 A3捷運站是雙匯 雙匯兩條捷運線的雙匯點 環狀捷運線跟機場捷運線 那我們的A4捷運站這邊 就是主要就是 紅匯這個區塊 紅匯這個區塊 它還是比較緊迎這個 國家電源化中心的 那它這邊的話 它的組成最主要都是一些 外地的一些老闆進駐 因為我們是像 以我這個區塊來說 它就有家人企業總部 還有我們的紅爐企業總部 現在都是蓋好的 那家人企業總部已經啟用了 那紅爐企業總部也即將要啟用了 那預計光這兩棟大樓 光這兩個企業總部 至少進駐的那個 就業人口就四千名左右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這邊 住的需求 還是說買的需求都相對大 從A4捷運站到我們的 台北車站 就A1站的話 企業只要四站 從這邊開始過去的話 其實速度 到台北車站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結合休閒娛樂 然後交通機能動線 還有我們講的購物商場 因為有些重劃區裡面 是沒有購物商場的 那有這樣的一個購物商場的進駐 會帶動整個這邊的經濟繁榮 像我們旁邊的 也有美麗星的電影院 從新莊之前的那個金館 國賓影城到現在的那個 紅繪廣場的這個美麗星影城的話 其實都大大的改變我們整個 附屬性的一個生活模式 因為我們的接闊比較大 都有這個人行步道 那人車分道理的狀況下 其實會有人在這邊 遛狗啦 跑步啦 騎自行車都會有 所以這邊的人文 氣息跟步調相對 會在舊式級裡面比起來的話 會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這個區塊的話 會有兩個雙語學校 一個是中興國小 一個是昌平國小 那他們都是外資 都是聘請外資的那個 師資來教的那個雙語學校 也是在那個新莊 是算合合有名的雙語學校 很多客人 他們希望說小朋友在 一開始從小學習 在讀書的方面 外語的部分 就會選擇這兩個區塊 來去做進駐 那附屬性比較有別於 其他商業衝划區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這邊有80% 是屬於商業用地 然後20%的話是存住宅用地 所以我們這邊 不只會有商業行為 也會有住宅行為 所以在整個機能性 串連起來的話 他不會很單純的就是 只有存住 只有住宅區 但還沒有商業 那我們這邊有商業 也有公園 也有交通的狀況下 其實讓很多外來客 會覺得來到新莊之後 他覺得新莊真的不一樣 那比起富都心來看 這邊的屋領平均是 有這個區塊的話 平均是五到十年之間 那新蓋好落成的 平均都不到兩年 所以選擇的這個產品 其實非常非常多 我們從小澤 從小套房到兩房 到甚至到遠雄九五 是那種上百坪的 這種產品都有 所以這邊進駐的客群 就相對的蠻多的 會有從台北市那邊 沿著捷運線移居過來的 三重爐洲這邊 因為房價不一樣 那再來是說 客戶他如果說 一樣的總價 在台北市那邊買到的 可能房子是比較舊的 那客戶會選擇定居來新莊 因為從這邊到台北市 非常非常方便 開車的話 普遍來講 時間大概會落在 20分鐘到30分鐘之間 所以其實他的速度還蠻快的 就會變成說 客戶會選擇 往下一站或下下站 那多花一點時間 那換取房價跟生活品質 還有這個大樓的行舊 目前主要是以這樣的一個 去做區分這樣子 至少有大概三到四層 三到四層主要都是一些 比較買大型的 例如在五十幾坪到七八十坪的 那這些客人他會把 他們會有幾個部分 因為這邊地段跟生活機能 還有交通方便 那我們會選擇 退休來這邊住 那都是一些比較 上市上規的高管 我們會選擇退聚來新莊 那另外就是 他們可能是買給小朋友的 因為現在有些 可能台上的小孩 他們都長期在國外 進出台灣的話 機場捷運線相對是非常便利 因為台灣機場捷運線 也就只有一條 其他部分沒有串連起來 所以新莊等於是說 這沿線 因為過去再來就是林口了 再來就是桃園 所以其實新莊是算中心點 這種他離台北也近 離桃園也近 所以很多外地客 來這邊會就是說 那這個是中間地段 不會太遠 回台北也好 去機場也好 所以選擇新莊的比例其實還蠻大的 大概落到三到四層 那新莊本地客現在 大概比較明顯 它會提升到其實 大概至少五成左右 因為他們新莊救市集的房子 平均也是載到25年 甚至到30年的武林 那舊換新嘛 舊換新一定是越換越好 那環境越換越棒 所以其實新莊本地客 至少也占到五成左右的一個狀況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